好 政治最新笑点要带你来关心的是国民党主席吴伯雄 现在传出了有打算要请查假 要坚持请辞 而这样子的一个传闻呢 今天秘书长吴敦义他就出面驳斥了 他说绝非事实 我们马上连线给记者黄安晴告诉大家最新状况 安晴 会不会让早安在想关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到底马总统要不要兼任国民党党主席 目前八字还没一撇 不过现在就已经传出来了 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打算打包走人 甚至呢都已经打算要决定要来请长假 来化解这样子的一个尴尬情形 不过呢今天国民党的秘书长吴敦义特别跳出来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情 也绝对没有逼宫这回事 我们听看稍道访问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主席续任或者不续任 要到6月15号才会决定 同时不管续任不续任 他对党的感情 他继续奉献 这个心智都从未动摇过 怎么会有什么请长假打包之说 这也没有什么江副主席来站带的 没有这个事 那还说他跟什么王院长跟联主席 都商量过了说这种逼宫啊 你提到了两位 那不能问我啦 你得问他们两位 就我所了解 绝无此说 什么逼宫请长假 这个都是编造的 这种逼宫请长假 这种逼宫请长假